比赛开始 辽宁队迅速进入状态 韩当军内线得分 李小旭中投命中 哈德森外线三分 辽宁队以8比2领先 轮换阵容之后 商业复出的刘志轩也出现在了场上 辽宁依然保持攻防的高效 以31比21领先第一节 第二节 双外援上场的四川队加强了进攻节奏 慢慢地将比分差距缩小到2分 随后辽宁队调整阵容 哈德森 郭艾伦 巴斯轮番轰炸 打出了一波15比2的高潮 以60比45领先半场 第三节开始 辽宁队延续着火热的手感 开局连得14分 以74比45领先四川29分 随后四川队增加了突破 连续进攻得分 此时辽宁队显示出冠军队的进攻水平 巴斯和郭艾伦的突破 贺天举和哈德森的三分 将比分差距拉大到34分 尤其是这次巴斯的个人爆扣让全场沸腾 辽宁队以99比65结束第三节 第四节 大比分领先的辽宁队轮换球员上场 所有队员都有得分 最终以126比86战胜四川 好取22点胜 这场比赛 我们整场比赛专注力做得比较好 因为上一场我们打完几点 回来我们也做了个小节 最重要的就是专注力 这场比赛强调的最主要是自己 第二点就是今天防守的强度 防守强度一大 给对方造成进攻 造成很大压力 打了很多反击快速 记者崔西红 致言报道